這套衣服我很喜歡 真的來講它開菜完之後 它會這樣子順下去 它會這樣子順下去 這旗袍外面找不到 因為這個布料是我自己去找的 我自己去找 然後自己去設計我要的元素 然後身邊的旗袍 這個旗袍是我自己設計的 滿輩子去迎見雪落寧寒霜 滿捨一段過往 願心又或放 與你混迴之處便是草莽 還是應該讓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這個衣服多漂亮 這套衣服我很喜歡 真的來講它開菜完之後 它會這樣子順下去 它會這樣子順下去 這旗袍外面找不到 因為這個布料是我自己去找的 我自己去找 然後自己去設計我要的元素 然後還有它的長度 跟它的一些款 如果真的要問我 喜歡怎麼樣的勾引你們的話 我最喜歡的就是 穿的很古典的去勾引 因為它既不色情 再代表我有了風情 喂 嗨 嗨 嗨 我在開台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放勾引的嗎 你知道我在開台喔 你看我穿在背包 你看 這是誰打電話過來了 但 大家新年快樂 好謝謝阿蛋 你也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那我 我祝你送我紅包送滿滿 掛掉了 扇子塞得進去嗎 第一次覺得旗袍可以很好看 旗袍它可以很好看 可以很古典 可以帶出一個人的知性 因為我知道現在有很多旗袍做的很色情 但它有一個情趣 但我覺得 旗袍它應該還是要保留它的古典的樣子 而且它的包覆感很好 所以就算它跳它也不會 它也不會掉整個掉出來 它整個包覆感非常的好 側面會長掉 然後這邊也是膨起來了 它鏡頭要換位 你是要換到右邊嗎 它沒有辦法換到右邊 它線不夠長 要不然你也可以自己把它拉上去 你可以自己把它這樣拉上去 這旗袍的魅力之處就在這 中間那塊再當春聯了嗎 沒有啦 中間這一塊拿去當丁字庫了 畢竟要一整套嘛對不對 只是你們看不到而已啊 對很典雅 這套衣服是可以穿出門的 我們這樣拜年才有誠意啊對不對 你要這樣回去 你把我領回家 然後呢我就會說 叔叔阿姨好 對不對 然後呢通常最難過的關不都是爸爸那一關嗎 所以我就這樣 就這樣 叔叔阿姨好 我是你兒子的女朋友 然後呢 你爸就會說好 然後你媽就會 對 覺得OK 這個女生 可以生 女孩子那邊老爸才會拿散彈槍嗎 可以生是怎樣 不是 有些爸媽會看 屁股大不大 對不對 會不會深度 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屁股超大 這次的背面是沒有鏡空的 這一件我的設計的初衷是它既露了一點性感 但是又不會到過於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它很適合古典的味道 它這個裡面雖然沒有暗紋 但是它的刺繡其實非常的漂亮 這件衣服在外面 絕對買不到 我想要多少個小朋友 我是不想要小朋友啦 這樣可以多做幾次 這手工打板手工做的 而且跟你們說一下喔 今年有兩套 沒有小孩才可以好好享受人生 才可以想好好享受 跟你有愛 對 要多 要多 要多多的 對不對 有多少做多少對不對 啊我什麼都有了 差了就差一個男朋友了 我們即將要來這邊現場寫春聯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 主播你 你真的會寫春聯嗎 我小時候有寫過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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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喔 你要這樣才色啊 還有 揹個 開槽 好美 然後就是 觸摸暗亮我信念 老實不再見 這顏色好無典 有點順了有點多 不知道這首歌可以跳什麼樣的舞 其實我不太會跳 這首歌可以跳過 要極樂淨圖還可以 我這邊有一個心願 我年後試試看三個月每天健身 如果真的我每天堅持最後健身有成 我的目標是出一個背部全裸寫真 我們應該來個過年版的Fake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Fake嗎 哥哥要紅包 哥哥想要更多 哥哥今天有我 哥哥 搽乾你啦 不對我覺得要換一個版本 哥哥 今天穿旗袍 哥哥 開場很方便 哥哥 不對啊啊啊啊知道了知道了 完整的一版 哥哥 恭喜發財 哥哥 今晚想要 哥哥 今天穿旗袍 哥哥 還有黑絲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